朱炎第六十四集 朱炎倒吸了一口冷气 影战士 这就是传说中萧綦军里最精锐的影战士 作为六部王室 他从小就听说过这个称呼 甚至也有一些血清加入过这个队伍 这些战士从六部的贵族子弟中选拔而出 林立高潮 专门配置在军队里 在一般战斗中从不露面 只有在一些需要术法配合的关键场合才会出手 如果说萧綦军是空桑军队里的精锐 那么这些影战士便是精锐中的精锐 每一个都可以以一敌百 当那些影战士连妹踏出时 他虽然还在隐身状态 却感觉到了一股威压 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眼里露出了一丝恐惧 是的 这些人个个都是术法高手 一旦联手 他可能会打不过吧 截阵 青刚鹤令 是 影战士从四面缓缓策马 向着他所在的空地为和 要逃吗 朱雁一步一步往后退 手里握着他把九环金背大砍刀 只觉得掌心满是冷汗 竟然几乎握不住 他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默默将几个最厉害的术法口诀 回忆了一遍 然而越急越是出错 总是忘了这句忘了那句 竟然是无法瞬间完整地想起来 怎么办 这次师父没在身边 真的要自己血战到底了 他独自握着刀 站在空地中心 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军队 和逼过来的影战士 忐忑不安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独自面对那么多那么厉害的对手 不由地胆怯了一下 听啊 当时在苏萨哈鲁 师父他是怎么做到的 以一笛万 面不改色的 那一瞬 他脑子很乱 飞快地想到了父母 却又飞快略过 是的 不能多想这些 越多想 越心乱 师父说了 林大士当静心 如冤庭月至 方能挡泰山之崩 可是 该死的 要怎么才能静心啊 那些影战士 结成了阵 向着他所在的地方 慢慢走了过来 每个人都将手 缓缓抬起 在胸口结印 瞬间 一道看不见的光 从他们手里扩散开来 互相连接 将战场上 这方空地笼罩 主言知道厉害 再不能坐以待毙 瞬间吸了一口气 手指在刀背上 飞快画出符咒 低喝了一声 啵 刹那间 一道赤红色的光 从刀背上燃起 他足间一点地面 双手握刀 凌空跃起 那把刀 附上了赤眼斩的力量 锋利无比 如同燃烧的闪电 他握刀飞跃 一刀刷的下斩 瞬间将即将为何的 无形结界划开了 力量斩落之处 那些马背上的影战士 顿时齐齐一阵 群马精丝 不住后退 几乎将他们从马上甩下来 虽然看不见 但他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无形的冲击 如同有看不见的刀 从虚空落下 落在了每一个人身上 一瞬间 这样结成的阵势 陆势抖然便散了 他一击打乱了对方的布阵 出力巧妙而突然 马背上的影战士 坚硬的手指一颤 指尖有血渗出 然而同一瞬间 带头的影战士 已经通过了这一刀的来路 判断出了隐身者所在的方位 立刻了一声 一按码头 整个人飞速的朝着猪眼 飞扑了过来 那个带头的影战士 气势汹汹 双眼杀气逼人 朱颜毕竟年轻 忍不住脱口惊呼了一声 一声出 更加暴露了自己所在的方位 那个影战士双手一挫 指尖刹那凝聚出 一把透明的长剑 刷的就向着他的方位 刺了过来 凝冰剑 朱颜听说过 这个术法的厉害 吓得王后退了一步 忙不迭的回过刀 想要格挡剑士 只听丁的一声 寒冰凝城的剑 遇到了燃烧着烈焰的刀 发出了猛烈的震惨 朱颜在那一瞬 只觉得一股大力迎面而来 几乎让手里的刀脱手飞出 他用尽全力握住刀 却依然往后亮枪了一步 忍着剧痛 勉力扬起手腕 刷的将剑拨开 当他吃力的 将飞来的剑压住的一瞬 那把冰之剑 在他眼前寸寸碎裂 随即在刀锋的烈焰里 消失无痕 他顿时一惊 又一喜 不会吧 他挡住了 然而 朱颜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却发现 对方已经逼近 一抬眼 几乎和他撞了个面对面 那个影战士的首领 年纪在三十许 有着刚毅如铁的眼神 和骨铜色的皮肤 左夹上一道深深的疤痕赫然刺目 打了个照面的那一刹那 朱颜忍不住失声惊呼 这 这不是玄灿吗 说起来算是他的远亲 也是传说中 足里百年一遇的高手 怎么他现在 竟然成了影战士的首领 在他的那一声惊呼里 玄灿双臂交错 断然斩下 两道光芒戈面而来 锋利无比 卓颜惊慌之下 来不及使用法术 只是飞快地抬起手 用刀硬生生地去格挡 那两道光乍分又合 并未一到 直直地击落在刀背上 他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顿时慌了阵脚 呼口聚阵 只听刺耳的一声响 那把重打几十斤的九环金 被大砍刀 居然居中折断了 断了的刀尖往外飞去 刷的一声插入了地里 在那里 战场上发出了惊呼 那把刀陷了刑 便是暴露了这个闯入者的所在位置 所有的引战士刷的一声上前 将朱颜围在了一个直径 不过丈家的空地上 奇奇节阵 密不透风 朱颜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不是不知道危机来临 只是刚硬生生地接了玄灿的一击 手腕剧痛 骨头仿佛都断了 往后连续退了好几步 差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根本来不及在这个当上做出任何反应 在千军一发之际逃出去 就这样 刹那间结界见利 他被围在了中间 谁 给我出来 玄灿力喝一声 手指一并 那半把插入土里的刀刷得反跳而出 化为一道闪电 向着他所在的方向迎头射来 朱颜心里一惊 想要再度阁挡 却发现手里拿着的只是断了半截的刀 一咬牙 刷的一声将九环金被大砍刀收回到了背上的刀鞘 腾出了双手 迅速飞快地截了一个印 是的 用这么笨重的武器太不顺手 还是直接用竖法好了 金汤之盾 他用起来最熟的一个咒术 当他的尾指勾出最后一笔时 一道金色的光在他面前展开 如同一把伞 只听一声烈驳 飞来的断刀刺入金光 竟然在一瞬间被融化了 怎么 这么轻松就挡住了 朱颜愣了一下 那一刻 对面发动攻击的玄菜全身一震 竟然往后退了一步 朱颜一招得手 不由地吓了一跳 金汤之盾 只是师父所教的术法里的中等级别防手术而已 刚一时展出来 竟然已经有这么厉害了吗 他心里又惊又喜 就像学步的孩童 第一次尝试到了飞奔的快感 竟然有按捺不住的激动 转头看到其他影战士蜂拥而来 直到一场大战在即 心里却并无惊慌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飞快地扯下了一块衣巾 蒙住了自己的脸 嘀咕了一声 好 尽管放马过来吧 等下估计是一场恶战 万一混战之中 自己的隐身术被人破了 岂不是让赤王府惹了大麻烦 还是先蒙住脸比较保险 他虽然平时大大咧咧 在关键的时候 却并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 然而不等他记好不惊 攻击却已经发动了 影战士策马而上将他团团包围 各自双手交错胸前 开始收缩结界 他只觉得头顶的天空 一纷纷变成了血红色 无数细小的闪电交错穿行 如同群蛇飞舞 他认得 这是师父说过的 血齿大振 百味术士的力量 结成了坚固无比的结界 将一切有形有血的生灵 都困在其中 无一能逃脱 然而 身为九仪门下高祖 这些又哪能困得住他 当血红色的网迎头落下时 朱颜仰起头 从唇间吐出一声轻笑 食指飞快地在胸前交错 变换出复杂的手势 每一次变换 指尖都绽放出光滑 他的口唇无声吸动 吐出绵延的咒语 这是天庭 召唤天地间雷电的力量 当最后一句咒语顺利完成之后 他双手食指指尖对质 迅速合在一起 又迅速分开 那一瞬 他指尖上 战发出强烈的光芒 如同召唤到了一道闪电 从天而降 击中了落下来的血红色罗网 咔拉一声 那道密布的罗网 在刹那间 被无形的闪电 劈成两半 朱颜抓住了 这闪电般的机会 从血红色的网里 破裂而出 乘着闪电飞向天空 如同一只清零的燕子 居然一击就奏效了 师父教给他的 可真是厉害啊 然而 当他刚刚兴高采烈的 想到这里 冲出罗网的瞬间 一股巨大的力量 忽然间腾起 如同锯锤 寄向了他的胸口 朱颜身在半空 根本无法避开 只啊了一声 眼前一黑 便从半空里 颓然跌落 吐出一口血来 在跌落地面的一瞬 他看到一百个影战士 同一刹那 也从马背上跌落 每个人都和他一样 捂着胸口 嘴角浸血 他猛然一惊 倒吸了一口冷气 顿时明白了过来 对了 他怎么忘了 圣天庭这么凌厉的术法 必然会有反噬 自己真是得意忘形 以为只要用最厉害的术法 便能打发掉所有的敌人 却完全忘了 所有的术法 都是有代价的 他吸了一口气 勉强撑起身体 想要从地上爬起来 然而 就在同一瞬间 他看到玄灿 也从地上踉跌爬起 手里握着一只青色的 像剑一样的东西 念了几句 挥手便往他所在的地方 打了过来 糟糕 这 这是清晰刺吧 极厉害的法器 万一被打中了 朱颜大惊之下 往前奔出 身体一侧 竭尽全力 想要抖过呼啸而来的清光 然而 四肢百骸 还是碎了一样的疼痛 动作慢了半拍 只听一声裂脖 身上猛然有剧痛的感觉 仿佛虚空中 有什么东西 被撕破了 在那边 忽然间 他听到战场上 响起了轰然的惊呼 无数伤眼睛看了过来 直直地盯着他 纷纷惊呼 这 居然是个女人 这是怎么回事 隐身术被破掉了吗 朱颜吃了一惊 默默运起零食一看 发现护体的皱束 果然已经被清晰刺击破 不由的一颤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脸 还好 蒙面的布金还在 没有掉落 好险 他真是有仙剑之名啊 然而 不等他沾沾自喜地想完 耳边只传来一声吏喝 所有人都给我上前 把他拿下 死活不论 中军仗下的青刚将军 看到这个竟然敢单枪匹马 闯入战场的女人 虎目如电 吏声下令 所有隐战士 齐其一震 从地上纷纷站起 朝着他 便逼了过来 这个流浪 有优优独播 优独播